另外我们也看到近日了 近日的确是连续发生了邮轮扣押事件 美国就呼吁在海湾地区组建所谓的护航联盟 那么您认为美国的算盘能否会实现 美国近期在中东地区频频增加军事部署呢 海湾局势未来会走向何方呢 确实我们看到美国一直呢 在希望打造一个在波斯湾地区的护航联盟 而且呢在外交上呢建立全球性的反一联盟呢 也在这个努力过程当中 但是呢响应者寥寥物及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伊核问题呢 实际上在之前有相关协议已经做出了规定 那么伊朗呢也承诺不谋求核武器的发展 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僵局呢 跟美国特朗普政府 特别是从去年的5月8号退出伊核协议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这个也是美国中东政策调整的必然结果 那特朗普政府就是要把伊朗作为 在中东地区主要打击的目标 所以它不单单是一个核问题 那么有关国家像欧盟 尽管现在英国有军舰 有这个编队在这个地区进行巡逻航行 但是呢英国政府已经公开的表示 不参加美国的护航编队 那日本 韩国 我们看到这个19号 实际上这个在华盛顿 美国国务院也召见了相关国家的驻美国使节 要求他们参加在波斯湾地区的护航行动 但是同样遭到拒绝 因为像日本这样一些国家的话 它对中东的石油依赖非常大的 如果说真的跟着美国进行这种所谓的护航行动的话 肯定会影响到日本和伊朗的关系 所以各国呢都有自己的盘算 目前来讲的话 美国提出来的这个全球打压伊朗的联盟 以及在波斯湾建立联合护航编队这种想法呢 确实很难得以落实 毕竟呢这个各自的利益不同 美国现在实际上是希望盟国 或者是这个其他伙伴国家呢 能够出钱出力帮着它打伊朗 但是呢我相信这些国家呢 不会这样随意地跟着美国走 好的非常感谢腾建群先生的观点 谢谢